这 这汤凉了不好喝了 不好喝你给我干什么 对不起 我给您去盛碗心呢 下毒了 怎么可能啊 我们两个可是夫妻 是最亲近的人 那你想我汤干什么 我闻着这碗汤香 我想喝了 不行吗 我现在还是喝了 我现在是喝了 我怎么喝了 他能喝了 我可以喝了 我今天是喝了 了 我现在朝了 我喝了 我喝了 你喝了 这个水 我喝了 我替你敲我汤干什么 我一饿肚子我就没力气 这你知道的呀 再说了我帮你尝尝味道嘛 省得到时候拿喝了 你又不高兴了 我去帮你沉一碗心呢 怎么样 你没事吧 这个郡主果然有问题 怎么回事 不太清楚 郡主突然就又吐不止了 郡主不会是有血了吧 怎么可能 孙鹏 还是去找大夫吧 不 不必 我身体好着呢 我就是前几天吃太多了 把鸡翅吐一吐就好了 郡主金枝玉叶的 我们眉府可不能让你有任何闪失 孙鹏 去找个大夫 别 我还能活蹦乱跳呢 我真的没着 我吐了一下 我身子都轻了 步子都轻盈了 紧张什么 我紧张了吗 没紧张就好 孙鹏 我们走吧 是 来 你确定不用去找大夫吗 多一事不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你不觉得没三少怪怪的吗 是吗 我去闻了一下二夫人的药材 都不知道放了多久了 根本就不能吃 她居然送过来 不知道放了多久的补药 这个坏女 把我害这么惨 毛刺 快 快 快 走走 二夫人 二夫人 郡主她还好吗 听闻郡主身体不适 我这一大早啊 是专门来探望她的 二夫人可真是有心了呀 郡主 你身体怎么样啊 用不用我就帮你找大夫 我还刚想问夫人您呢 您让人送过来 到底是药还是毒啊 郡主是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吃了你的药 才上肚下泄的 我怎么可能害郡主啊 会不会是府里的下人 拿错了 你是不是把我送给郡主的东西 和扔掉的东西搞混了 那夫人可真是不小心 要知道那药 本来是要给侍卿喝的 郡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侍卿虽然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我待他 一直像亲儿子般 这事儿肯定是个误会 这话鬼听了都不信 收起你那副虚伪的嘴脸吗 你和侍卿不和这件事儿 全府上下人尽皆知 要说你要给侍卿送好东西 谁信你 郡主 你既然知道我跟老三不和 那你还收我的东西 这事儿传出去啊 顶多就是个 郡主和谋二夫人 害死丈夫 你无耻 我是一心想要拉拢郡主 没想到郡主啊 对那个瞎子 居然这么有情有义 那既然这样 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这儿风也太过分了吧 什么了不起 都还给他 嗯 我现在就拿过去 这里咱不能收 他都送给我的 那就是我的了呀 我发誓 我绝对不帮他干坏事儿 小丸子 你看他这么金灿灿 这么无辜可爱 你忍心把他送到 那个坏女人身边吗 郡主 郡主 郡主来找你了 放手 放手 郡马爷 那我现在 就去帮郡主煮粥了 小心 思雯 你也去帮乔云吧 是 我警告过你啊 离阿尔夫人远一点 我本来厉害也不近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最好乖乖听话 你不相信我吗 我不相信你 没事情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要不是怕你有危险 我才不会抢着 把那碗汤喝下去呢 我就应该让你也尝尝 上吐下泻的滋味儿 行 我也不求你感激我 反正你就是一个 不懂得感恩的人 算了 就当减肥了 知道那碗汤有问题 为什么不到它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就是字面的意思 我 重点是我救了你 其他都不重要 是吗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阿尔夫人的东西不能收